选用屏東黑桌漏和手工油沖而製的漏罩 在鍋裡不斷地被翻炒 隔壁爐台也沒空閒 加入牛筋蔬果及樹種中藥的牛骨高湯 已熬製十多個小時 宰久的廚房溢滿著濃濃香氣 令人不禁食慾大開 他們的空間還蠻舒服 然後很有品質 就是吃起來很舒服 最早從我媽開始在市場是 然後到今年 總共是第三十三個年頭 開始就包那個手工餃子 後來我爸他要回來一起幫忙 在市場周邊找一個店面 想說是不是應該要有一個招牌的名稱 我父親叫宰久樹 然後那時候他們的朋友就叫他宰久宰久 所以我們就用了宰久當店名 然後一直沿用至今 比上一代在做的生活 不會想太多 每天很兢兢業業的 手好本分 每一個環節都親力親為 宰久第二代經營人宰寶龍 在退伍後選擇離開舒適圈 一籃決然回家重新學習 投入餐飲業 並將宰久朝品牌與企業化發展 在兩代之間不同的思維下 從想法對立到相互理解 宰寶龍也面臨著守成與創新的挑戰 說沒有摩擦其實是不可能的啦 只是說怎麼樣在摩擦裡面 找到一個平衡點 我覺得一個企業要往前走 絕對不可能說停滯不前 光是這件事情就有一定的衝突 仰賴我們的夥伴同仁 一路走來的這樣的一個支持跟幫忙 然後甚至是到現在開始可以有一些 互相的一個激盪 我覺得這樣都是一個 企業可以長久往前進的一個 比較正向跟良好的互動 如何讓傳統變得更好 從研讀各類書籍到時做測試 宰寶龍經過不斷的失敗與調整 並在店裡親自觀察每個環節 每日一成不變的工作 唯有堅持初心才能做到 不能說我覺得好吃 你就一定覺得好吃 是保護我們覺得好 第一出來 二代店的形式 希望打造新竹最美麵館 在店觀上面也好 還是服務體驗上面也好 看點美味 都是所謂的美的地名 疫情嚴峻的考驗 我們自己不斷的也在 嘗試調整跟突破 如果將軍村是屬於 新竹市民的記憶 那我也是希望 我們同樣也會屬於 將軍村的記憶 不再只是一間品嘗得到好滋味 與人情味的面館 載酒承籃眷衷文化流傳 讓將軍村老屋重獲新生 傳承父母的堅持人生態度 載寶龍攜手夥伴們 用心困帶每一位顧客 破壞載酒下一個三十年 公民記者 讓吳星榮新竹報道 因此